好 那么我们这个登录 还有呢这个注册啊 还有登录之后页面的一个跳转 我们给大家说完了啊 说完之前讲下面内容之前 我先再给大家把我们的登录之后 它的一个跳转 以及登录后欢迎信息的显示 给大家做一个小节啊 首先在这边 看到我们用户中心里面 我们说这三个页面 User Info View 还有呢User Order View 还有这个Address View 这三个页面是需要用户登录之后 才能进行的访问 才能进行访问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就需要呢去借助于我们的 这个登录的装饰器函数啊 内置的登录装饰器函数 注意啊 这个登录装饰器是内置的 登录装饰器函数啊 只有 只有你在使用这个 内置的认证系统的时候 你才能使用这个 Login Required的装饰器呢 帮你进行一个登录的判断啊 帮你进行一个登录的判断 那么 如果你是按照我们之前写的 对吧 我自己 我自己写一个 登录 记录一个session啊 你使用它这个登录装饰器 你是判断不了的啊 判断不了 我们只有使用内置认证系统 我们记录状态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使用这个 Login啊 需要使用这个Login 你才能使用它这个登录的装饰器啊 登录装饰器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给大家接入另一种方法 你像这些是图 它在用户呢 哎 登录之后才能访问 我就可以呢 在进行URL地址配置的时候 我手动呢 去调用这个Login Required的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 把这个函入的返回值呢 给它 传进来 那么它呢 就会帮我进行一个判断啊 进行一个判断 哎 如果呢 你呢 没有登录的话 它会给你跳转到这个 哎 登录页面 如果登录的话 它会执行相应的 视图 那么 这里面 跳转的话 我们说这个跳转啊 这个跳转呢 默认呢 它是跳转到哪里呢 它需要去找这个 Satings文件里面的 Login URL啊 那么它的这个URL 默认是 斜杠 Ika Count啊 然后呢 Login 哎 所以呢 在我们项目里面 我们这个登录页面 是Use Login啊 我们要把它这个 配置项呢 再给它做一个设置啊 再给它做一个设置 OK 那么这这部分啊 你知道这个跳转完之后 只要我这个用户 你没登录之后 对吧 你首先你在这里面 你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那么首先呢 通过我们指定这个URL 哎 它就会跳转到这个URL 指定的地址 并且在跳转过来的时候 它会把你之前访问的那个地址呢 跟在这个后面 作为一个参数 对吧 这个参数的名字呢 叫做Next啊 然后你用户呢 你在这里面登录之后 你输这个用户名 你再输这个密码 好 输密码之后 我们说我们这个登录页面的表单里面 Fum的Action呢 我们是没有设置的啊 没有设置的话 那么你在这里面进行登录的时候 如果表单 它的Action不设置 你提交表单时 它会把数据呢 提交到这个浏览器地址栏中的地址呢 进行一个提交啊 会向浏览器地址栏中的URL地址提交数据 其实呢 我们在这边 你不设置的话 你点击登录 它就是把这些数据呢 去提交到这个地址 对吧 这个地址我们说 它对应的这个视图 就是我们 login view里面的啊 就是我们这个 loginview里面的这个 post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 还是按照我们正常流程 对吧 提交完之后 接收用名密码 交验数据 交验完之后呢 调用内置的AutoCAD函数呢 进行一个登录的交验 交验完之后 下面呢 判断一下这个 用户名密码 正不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 判断激活状态 然后呢 记录登录的状态啊 记录完之后 下面呢 需要跳转到这个页面 我们昨天是直接 让它跳转到这个 首页 但是现在呢 你要有了一个区分 你需要呢 去获取 它这个地址里面的 next的 参数啊 那个参数 就是使用 request.get.get.net 去获取 next的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可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要让它返回一个 默认的值 返回的是首页的 UIL 地址啊 首页UIL地址 那么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要跳转的时候 就把我们之前 这个首页的链接呢 给它改成这个 next UIL next UIL 这样的话 下面的这个流程 不变 你登录之后 你点击登录 它就能够跳转回 原来的这个页面 原来这个页面 这是它的一个 登录后页面的一个跳转 然后呢 结合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说在这里面 如果你直接在这边呢 调用这个login required 这个装饰器的话 它可以达到这个登录的 校验啊 但是呢 你这个UIL的配置呢 它不美观 而且呢 你要写很多内容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 你可以呢 单独的去定一个 类 叫做login required mixing 继承object 继承之后呢 我在里面定一个类方法 叫做sview 这个sview呢 跟我们昨天的sview的方法 名字是一样的 参数是一样的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就去调用负类的 这个sview方法 然后呢 最终接收到这个 负类的反问之后呢 我最终这个类 在返回的时候 我把这个view呢 进行了一个包里面 返回的是login required 的view啊 那么你这样写完之后 在我们的这些 需要用户登录之后 才能访问的 视图里面 我就直接 哪一个需要登录 对吧 我就继承我们的 第一个类呢 我就继承login required mixin 然后后面呢 再继承这个view啊 这个顺序呢 你是不能颠倒的啊 你颠倒之后 他也会错啊 把这个放在第一个 这里面都放在第一个 对吧 放在第一个之后呢 再进行这个 url地址配置的时候 我也是在这边呢 先去进行一个 按照就跟我们 昨天一样配置 直接调用这个类的 sview这个方法 那么 假如说 当你呢 去访问这个user的时候 他首先 他是不是调用这个类的 sview这个方法 对吧 而这个类啊 本身呢 他是没有这个 sview的啊 所以呢 他就会去调用 他复类里面的sview 这个调用的顺序呢 他是从前往后找的 所以呢 首先先去调用 这个login required 里面的sview login required里面sview呢 他是不是直接这样调 对吧 哎 在login required里面sview呢 他又调用了这个类的sview 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 调用的这个方法呢 就应该继续往后去找 调用的是view里面的sview 这个方法 好 最终你调完之后 这边是不是相当于 接了这个 view的返回值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最终 哎 login required里面的sview 在返回的时候 他是不是相当于 对他进行的包装 其实呢 你这里面 url地址 配置的 配置的这个地方呢 还是我们说的 你相当于 还是在这边写了一层 对吧 还是相当于 写了一层 login required 写上一个view 写上一个view 写上一个这个东西 写上一个这个东西 还是这样一个东西 还是这样东西 只不过这个操作呢 我们是在这个login required mixin里面 把它做了 把它做了 OK 这是它的一个效果 它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除此之外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用户登录之后 我们需要呢 去显示一个欢迎的信息 那么在这一步的话 是我们给大家说 将冠框架啊 本身 它会给 request对象 去添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名字呢 叫做 yuda yuda的话 如果呢 用户没有登录的话 yuda是一个 这个类的 实力 那么否则的话 yuda是一个 yuda类的 实力啊 那么 无论是哪个类的实力 它们里面呢 都有一个方法 叫做 isauticated 如果是这个类的实力 这个类的实力里面呢 这个方法呢 返回的是 false啊 如果是这个类的实力 它里面的方法呢 返回的是 去 所以呢 你可以通过它判断 用户有没有登录啊 那我们在这个 模板文件里面 我怎么去判断这个用户 有没有登录呢 就是我们下面给大家说了 除了啊 你给模板文件 传递的模板变弹之外 相构框架 还会把这个 request.user 也传给这个模板文件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 模板文件里面 直接就去使用这个 user啊 直接使用这个user 调用它的 isauticated 如果 为真的话 代表呢 用户 他登录的 我要显示这个 登录的 用户名 那么 否则的话 没有登录 我要显示这个 登录和注册的 链接 链接啊 这里面是 欢迎信息的一个显示 再往下呢 用户登录之后 我还应该呢 去显示一个 退出的链接 好 这个退出的链接里面呢 我们 使用将构的 内置的认证系统 进行退出的时候 你需要呢 去调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叫做logout 叫做logout 这个logout呢 就是帮助你呢 去清除这个 用户的 session信息 好 清除完之后 我们再跳转到 首页啊 跳转到首页 OK啊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 用户 登录的验证 以及登录后的 跳转 还有登录之后 欢迎信息的显示 以及登录后的 一个退出啊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啊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